嗨,大家好,我是Chef Don 又来了简单煮哦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用COOX的EcoPad 所以今天呢,要教大家煮一道糖水 叫小米苹果糖水 记住咯,小米苹果糖水 所以我们用的食材呢,一定要有这个小米 因为小米啊,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或者老人家吃了之后呢 肠胃褥动会特别的好 然后这一边呢,我们一定要有一颗去皮的这个苹果 然后呢,还有一个食材,我们就用这个红糖 我今天这个是红糖的片糖,你也可以用红糖 如果你没有红糖,你用Brown Sugar,黄糖也可以 用片糖也可以,用冰糖也可以,看你个人喜欢 还有这边呢,这个是红枣 因为这个呢,比较大颗,所以我用5颗 然后还有枸杞,我用15g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先切苹果 所以如果你家的苹果呢,有比较多的,你喜欢 你可以选择青色的红色都可以,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先直接切,把它切成块状 中间的那个苹果的垫,我们就不要把它拿走 把它切成颗粒 我今天愿的就是这种简单的家庭式的这种养生糊去煮它 如果你没有养生糊,你用这种锅去煮都没有问题的 可以,好不好? 所以养生糊就比较简单,不用看时间 所以我就把它呢,放进去 我的水呢,用800毫升 这边我就把我的苹果把它放下去 枸杞也是把它加下去 当然枸杞你可以提前呢,先泡一泡或者清洗一下都好 我这边呢,就已经简单的处理过了 把它加下去 然后呢,把我们的片糖,这个红糖,我们把它加下去 所以这个红枣的部分呢,我们用刀把它切一切 好,切过了红枣,我们现在切好的这个红枣呢 就要把它放进去里面一起 所以这个水呢,可以不用开始预热了 直接等一下一起煮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喜欢苹果,你可以换梨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脆口的水果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小米呢,把它加下去 然后直接把它加下去 这一边,我直接煮它40分钟 如果你家里呢,有火的话呢 你煮它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 最重要是什么?简单又容易 好的,所以呢,我们的小米,苹果,糖水呢 已经完成了 你看在这边,哇,味道特别的香 这一道糖水的功效最重要是什么呢? 看老化,因为呢,我们的苹果,看老化 看老化,还有呢,我们的红枣啊,枸杞啊 可以帮助你的眼睛啊,帮助你的这个血液啊 真的是循环的好一些 所以再加上这个红糖,哇,真的是特别的棒 所以女生们呢,一定要喝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的小米,苹果,糖水完成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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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